我说再从不打工再饿不要罢 我们的思想方式只要想得到逃缓定富翁 我们的理想是 你一定是地盘也要当老板 没有去上班 上什么班 你说我进来都是包吃包处的 包吃包处你要上班啊兄弟 你不上班的话怎么可以呢 今天下雨那么冷 上什么班啊 下雨你要上班吗 你下雨就会冷 我们大家都在上班 是吧 怎么可能不上班呢 那你叫我进来的时候 你说是包吃包处的包处包处是包处包处啊 你在上班的时候是包处包处的吗 那今天下雨那么冷 我不想去上班就不想去呗 你不意思不解释上班 你又跟我说 你又跟工厂打招呼 你们他妈的就睡在这里啊 你能不能去给你上班 给你女朋友租个房子住 这像什么样子啊 一天 咱们 你也是个人才 他妈的 天天跟着他睡地板 卧槽 哎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这位大哥 咋啦 这位大哥 你怎么躺这儿啊 我不躺这儿 我躺哪里啊 别的地方就不让躺 要嘛太热 这旅馆呀又坐不起 我只能在这躺平了 你看 我还有伴儿呢 你看 大哥 躺平是什么意思 啊 躺平啊 就是像我这样对未来失去信心 不再拼命工作 对生活不再反抗 碰日子的 这不是懒惰吗 懒惰可不对啊 虽然不对 但是它舒适呀 那你赚钱 不就是为了过得舒适吗 我发现 躺着就挺舒适 就是说你不干工作 我一生的优点 就只有我一干活这个缺点 我怀疑我自己得了一种怪病 就是一干活我就红生酸痛 四肢无力 并且伴随全身出汗 所以我一般都是干一天 我歇好几天 干一天歇几天 你就能养活自己吗 可以找个工资是解的 起来 你现在起来 现在起来 说什么呀 收拾 收拾 收拾一下 你过来 怎么回事 你前天怎么答应我的 你过来 你起来 你前天怎么答应我的 我答应你什么了 你答应我什么 你不是要上班吗 我上班 我想去上班 人家不要我呀 人家不要你 好 这个顺风不要你 我能理解 好 你在里面监督老板 是不是 不上班 天天监督老板 人家不要你了 对不对 好 那昨天我给你找到邮政 你为什么又不干 因为我去了 我去了 但是那个活太重了 所以说我就不干了 活太重了 那你来这边是来干啥的 我是来创业的 我不想上班 你来创业的 他妈的 你明天吃饭你有钱吗 没有钱 我反正就是为了创业 反正就不想上班 一句话 你现在就和我对着干了 嗯 就是想这样子 我靠你现在脸皮怎么变得这么厚 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每天从我这边运着二十 你要创业 反正管他有情无情 反正我就是想创业 你想创业 你看他们哪个人不上班 你上不上班 上班 哪个人不上班 你看他们哪个人不上班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那你这样吧 你现在出去吧 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你这样的 你明天吃饭的钱都没有你创业 我都搞不懂你脑子 到底怎么想的有时候 反正我就是这么想 好了 我不想和你说了 和你说多说无益 下期再见